縣府特別添購一級效能的電冰箱跟飲水機 要送給嬌西的弱勢家戶 另外針對老舊登具也汰換成省電照明 所以光是一年電費就比以前省了一半以上 廣天是一千多塊差不多一千八左右 如果廣天是差不多三千塊 我們今天第一個會幫他做線路的一個整理 那是線路安全的問題 另外我們也會協助在登具的部分來做整個的汰換 還有呢以及這個熱水器 就是我們的那個飲水機 然後換成一級能效的 另外在冰箱部分我們也換成一級能效的冰箱 那整體而言呢 以現在的一個電費之印 我們來算過整體而言都可以省一半的一個費用 縣長林志廟特別到場關心 同時加證慰問金 透過中央經費補助 還有哀家被關懷協會的善款券募 讓這項福利政策來幫助更多弱勢家戶 強硬環保節能 提升居家安全同時減少經濟開銷 一人縣政府呢跟我們愛家被 還有跟我們的民間團體共同的努力 那就是對於這個老舊的家電 譬如說冰箱的部分 這個耗電 舊的這個家電耗電非常的重 還有呢這些飲水機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呢 對這些低收入戶 我們能夠幫忙的部分來全力以赴 107年開始我們已經完成4年大概有380戶的一個 弱勢居家截能改善工作 那總計4年來這邊 我們4年已經補助了287台的 全新一級校任冰箱 那縣武當然是 將持續配合中央的截電政策 來宣導使用具有截能家電的一個 家電 那期望透過截能的資源呢 然後降低弱勢家戶的電力消費支出 那也同時改善弱勢家戶用電的一個 用電安全及居家生活 是的我們協助弱勢家戶我們買的是冰箱 那我們會買大約2萬塊左右的冰箱 這家用大型的冰箱 然後呢我們還會將那個屋內 他們有一些傳統比較耗電的燈泡 還有飲水機等等的物品 幫他們購買然後呢更換 那這樣子來呢 讓那個弱勢的那個家戶呢 他們在能源方面就不會處於就是 店越用越兇的情況 想要協助弱勢家戶 貸換老舊家電的企業機關或鄉親 可捐款至愛家貝關懷協會 宜蘭節電心意在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好 好 猜渡